台湾人才具备什么样的优势 就连科技大佬也开始担心起人才的竞争力 台湾微软也特地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下令营活动 教导小朋友利用玩游戏的方式 及早可以认识城市语言 让人才培育从小扎根 他们都在户外嘛 户外都有什么呢 会有很多草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种很多草 上色 画画 老师利用平板教小朋友作画 启发灵感 另一头小朋友正在利用玩游戏写城市 这是他 然后呢我们就要互相见面对方 就是我跟哥哥 就是我们一起设计 然后就开始玩 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游戏 不会很难 让他们怎么样发现问题 透过一层一层的一个逻辑的思考 来发现问题 然后来解决问题 这个对小朋友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他们的思考的缜密度 我觉得更有帮助 没有听错 小小年纪就能写出这一套简单设计游戏 台湾微软和美国创新中心合作 举办暑假活动 利用玩游戏方式 引导小朋友及早认识 城市语言 尤其进来教改一提行 这连科技大佬也开始担心起 台湾人才竞争力 真正把数学能够教得非常好 而不是为了分数 这一种比较没有真正在训练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可能还是有很大的缺点 华硕董事长施崇唐认为 应该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而不是为了分数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则提出 数学必修太少 不利台湾培育科技人才 微软利用简单的图像化语言 将小朋友创意发挥出来 证明台湾其实不缺人才 但要用怎样的模式发挥 产界 学界和政府都必须好好思考 林宋春副 台湾到